前面这是一个房车吗 造型很圆融啊 这个地方太漂亮了 万亩凉钱啊 特别平寒 啊 在西北见不到这么大片的凉钱啊 这边也是 连云港西 请出示二维码 正在知识 请稍等知识成功 一路平安 到达德发房车厂了 这个地方是我们第二次来了 去年差不多也是这个时候吧 带着女儿回家的路上经过过一次 你好找一下扁总 啊 走那边那个吗 厂区又扩建了吗 挺好车 把行车空调也关掉 下去找一下连总 了解一下房车到底能不能拖小拖挂 前面这有一排小拖挂 各种型号的 哇这个小电瓶车也能拖拖挂呀 哎一会儿别动 哦 刚过来吧 啊刚过来 你没动你看 行行行 哎车没看见啊 车停那边了 车停那边了 这把这个是盖 新盖的厂房 去年年底盖了 哦你们这规模又扩大了一倍啊 差不多 走走走 好好好看一下 全部自己一样 看一下这款得发的365L小拖挂 你可以用这一款收拾板 用这个豪华板 这是最短的是吧 还有一款还短 其实这个布局对我来说的话就挺好的 对 这个一米就搞不开了 前面是一个双人床 有一个卡座 一卡座 一块是一个卫生间 卫生间洗澡没问题 对 洗澡没问题 现在前面还有一个小厨台冰箱 除物柜 一应俱全 可以 连衣服 太阳能是多少瓦 这个输出版的小输出版的 只有100瓦 100瓦 还有7瓦的电手 能够贴电 然后一块豪华板 你可以看豪华板 这个价格是多少 这个是498 498 豪华板是698 再看一下这款465的 进门一个小鞋柜 跟那个差不多 就是长度长一点 估计差不多 这个的卫生间就在左后方 还是这个小偷吧 更适合我 那现在到底是这个会不会以后会出现这个法规上的调整 让这个自行室房车不能再拖这个小偷挂了 去年开始前年年底开始 然后拖完房车在车房所上线 然后就必须要求有签引资证 这车房所内部的数据 但是车房所出来以后你在车房签引 没人管 交警的话也都是默认可以的 当时车房所内部的数据要求是不可以 但全国大部分地方还是可以接上 你那前两天工信部发的东西就说可以了 其实车房所还要求有限制 那句话说叫法无禁止皆可为 对对对 但是就怕就是说是前脚买了 后脚就出这样一个法案 不过房车应该是一个新兴产业 是带动经济的一个东西 把这个禁了应该是不大可能 禁了中国人老百姓跑到国外消费去 对对对 这个也要年检 有年检标志 一年一省 刚才和扁总商量了一下 用我的车拖一下小拖挂试一下 看我的车能不能拖得动 因为我装了三眼拖车杠的 只需要在这安装一个小拖勾就可以了 拿来两个拖车勾 看哪一个合适 可以吗 箱子插上 松掉手刹 对 我们往前拉一把 这也不是很重 还行 锁上了 锁上了 把这个放下去了 自己就看过去了 这就锁死了是吧 下面空转的时候 你也脚去住 看不看 把轮子换个位置 不是 那个轮子转一下 好了 我们试一下 我这辆B型房车 能不能拖动这个1.1吨重的小拖挂 怠速起步 没问题啊 没踩油门的就走起来了 在四路监控上可以看得到 看得到后边的情况 编总说是可以让我出去试一下 没有感觉到说是车有明显的拖后腿的这种现象 可以啊 好 开到这儿 咱们在这儿调个头 在这儿调个头 第一次调头 先体会一下 呃 屁股往左转 然后方向盘 往右打 方向盘往右打 不要打太多 然后回盘 回盘 在这儿可以看到 回多了 到了一半 再来一下 再来一下 到的还是 不够标准 这下得往右 往右打 往右打死 好 微调 微调 应该是 我应该是可以驾驭这个东西 在这个地方再挑战一下 在这儿倒个车 好 这个角度就差不多了 左打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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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 再打一点 再打一点 再来一点 然后 又打轮 哎 差点就倒出去了 还可以 还可以 嘿嘿 好了 虽然停的有点外 但是 弯是转过来了 哎呀 到了一身汗 基本算是停车入库了 还算差不多 现在是五点多 本来还是 大晴天 忽然来了一片乌云啊 本来想走的 但是现在好像 走不了了 哇 看那个大暴雨 大暴雨来了 正好给我洗一下车 刚才下雨的时候 天是黑的 现在雨下完了 太阳又出来了 可见刚才这个乌云 是有多么的浓密 现在我刚离开 德发房车厂 在路边设置了一下导航 现在就出发去我的下一站 星仪市 因为星仪有一位老哥 联系我好几次说是 让我在回家的时候 路过这边的话 让他看一下我的新车 正好过来连运港这边 就过去找一下这位老哥 然后呢明天早晨 就直接从星仪上高速 利用五一假期高速免费这个机会 直接就回家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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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